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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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都器院大廈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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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在1995年 王都器院發生四級大火 令到周圍都變成 退換敗雅 相互損失慘重 後來 戲院結業 改建成爵球室 和喪拿玉室 這幢大廈變得風光不在 慢慢成為廢墟 此此之後 這個鬧市中的廢墟 不斷傳出鬧鬼的傳聞 而且在深夜時分 看著大廈外場 那副大型浮雕裝飾 蟬迷董卓 增添了一份恐怖的感覺 網上還有人說 試過一班年輕人 去做招牌的店鋪打卡之後 搞到野鬼上身 究竟 伊蛙鬼叫 湧創北角黃都器院大廈 會有什麼事發生 這班靈體見到我們來探訪他們 會不會空群而出 他說你扔到螢幕很厲害 他都有點扣 Sorry 握緊它 是啊 讓你看看手機 是啊 你看不到嗎 在中間的巷子裡扔 還是那些東西的位置 師傅看不看 我們走到螢幕去看 好像想 我不知道 好無本動啊 哇 黃都器院的商場 本來還有一間整招牌的店鋪 還有做了很久的洋服店 可惜現在已經十失九空 之前的商戶還留下很多物品 不知道這裡的靈體 是不是對黃都的每一樣東西都依依不捨呢 好 我們都要叫一下賣了 各位朋友仔 有沒有人想吃餃子啊 好 我們有 小饅頭 有一些餃子 還有一些排狗 香煙 都很適合各位 朋友仔吃 你幹什麼啊 給我一說 這樣紫色是 什麼聲音啊 為什麼要咳咳咳咳咳咳 師傅師傅 好像聽我的腳步聲 是嗎 是呀 那邊有腳步聲 喂 其實 這裡真的很恐怖 樓底很矮 而且因為它的裝修 我不敢看上去 因為上面有一塊鏡 怕見到自己 對 我怕見到自己欺負 哇 很涼 有樓梯在這裡 是呀 有樓梯 這條上去就是 是戲院大約的位置 大約的位置 你們準備好嗎 OK OK 那就 是戲樓了 OK嗎 你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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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交給你們 好 等我先打開燃 我先說三大猛鬼戲院 香港 其實香港有三間戲院 一直都有人說 有些是由老一輩開始 累積到現在都還在說 那個戲院都已經失蹤了 但我就換成大家記憶 那就是東城的第一間 說三大 第一間就是圖片 就是上面 East Town 那個 東城戲院 右下 右邊那張圖 那個韜韜那個 那棟東西 就是現在的 東城大廈 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如果現在經過 都未必會認得 那個位置 是 很出名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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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那代都說是很出名的 東城我媽媽 甚至我婆婆 之前都說了很多次 即是一說到戲院 他們無故就會說 因為我們親戚 多數都住銅鑼灣 灣仔 她有時候都會說 說戲院 看戲 東城最怕的 有鬼的 東城 經常都這樣說 那都很有名 是啊 我婆婆那代 到我媽媽那代 都說是很有名的 現在開始了 一說到恐怖戲院 其實大家 無論如何都會想到 東城 首屈一致 這麼多家來講 東城戲院 其實 是香港史上 其中一間最猛鬼 剛才說過 連媽媽那輩子都說 戲院 在1964年已經落成 在灣仔的諾克道 當然現在已經不同了 原來 戲院的前身 是萬國殯儀館 即是萬國殯儀館 即是一則如沖 那裡 那裡 原先就是 那個位置 其實也挺恐怖的 因為 一個殯儀館 在灣仔 你會想像得到 是怎樣的 就是 即是在鎮國鬧市裡 有一個殯儀館 我想他們 如果住在附近那些 其實已經習慣了 即是周圍都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 那麼熱鬧 但如果你落紅磡 紅磡一轉就不同了 那個感覺 不過不是 不過我想 其實如果以前 那些樓的矮 和疏一點 可能中間有殯儀館 你不覺得 即是不太覺得 應該 知道 怎會不覺得 我想 最低附近都知道了 是的 阿威說 在PacificCoffee 是嗎 原來那裡就是PacificCoffee 那我真的知道哪道 有時候會經過 那是在質魚蔥那間 因為搬了質魚蔥 之後 這個河東家族 就接手了 這個地方 用來建了一間戲院 因為那時候戲院都 戲院業都很蓬勃的 可以 即是周圍都有戲院 不少街坊都會去東城 但是表示去過 經常都說在戲院那裡撞鬼 其中最經典的 莫過於是一宗 就是說 當年有一個女觀眾 看看戲 突然間想去WeeWee 她說 很急 洗廁所 去完廁所出來 照鏡 就發現她身後面有個女人在照鏡 即是旁邊 不是後面 即是旁邊有個女人在照鏡 正在照鏡 本身都不覺得有什麼奇怪 即是我也照鏡 你也照鏡 你也照鏡 很奇怪的女人 但是呢 照照下覺得有些 有些 古怪 因為那個女人當時 不停重複製做著同一個動作 即是如果譬如說你梳頭 你梳了整個五分鐘 你都很可怕 在廁所上 所以她的頭髮 對 她就覺得 嘩 什麼了 是不是瘋了 她就覺得很奇怪 於是就 就 就靜靜地 看一看 啤啤的女人 看什麼 她發現這個女人 原來是沒有樣子的 接著 女觀眾就立即 衝出去門口 衝回去影院的途中 就見到一個女人 正在走到廁所 上去廁所 然後呢 於是她就 捉著那個女人 就跟那個女人說 哎呀你不要進去 裡面有鬼的 很恐怖 怎麼知道那個女人 就 押高了頭 她是長頭髮的女人 押高了頭 就問她 是不是好像我這樣 這樣 就嚇到 原來就是剛剛那個 也是 又嚇到這個人 就暈了在戲院 當年這件事 就傳到熱烘烘的 連我問回 我家人 個個都說這件事給我聽 就是我媽 我的姨媽 可想而知 其實當時那件事 是幾多人 就是幾多人知道的 而且這間戲院 也都出名 是全院滿座 哈哈 是啊 當年東城生意 其實就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每次都聽到 有很多觀眾入場 因為入場人數 又跟買票的銷售 那些淺錢 長期都不適合 那麼 就懷疑 就是 東城就懷疑 會不會有人 即是 沒有買票 偷偷進去看電影 因為以前的年代 沒有現在那些 即是那些先進的 不是電腦費 等等 那他們有時候 真的會 即是 我媽媽都有說 一個人 即是一個媽媽 帶四個兒子 進去看都可以 是 我都看過那些 雨場片是有這麼做的 是啊 即是夜光杯那些 幾個年輕 五、六個年輕 躲進去有些人 可能在後門偷進去偷看 都會有的 所以 就 當時他們就說 這樣不行 這樣就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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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你的公司又正在倒閉 那怎麼辦呢 於是東城公司 就吩咐職員 你們多些進去查票 但誰知道 那些觀眾是拿得到 那些票給他們看的 是 那有一部分 就是東城的職員 就表示 都很奇怪的 因為開場之前 明明入場只有幾個人 點擊散場那一陣 滿了人的 是很踴躍的 是啊 即入場的小人 就出了很多人 因為 東城戲院 就經常罵鬼 所以都搞到 沒什麼人敢光顧 結果這間戲院 就在1974年 就拆射重建 改成東城大廈 即是第一代的東城大廈 那當年的東城戲院附近 其實還有一間叫東方戲院 那就是六七十年代 就是香港的影業 都是相當蓬勃的 生意都 其實他們欠生意欠得很厲害的 那有些人就覺得 會不會是隔離戲院 就是找些同行 扮鬼 或者可能 炸帝帝 找些記者寫到有鬼 打擊他們生意 唱衰他 就是唱他們這樣 但是東城戲院的廁所前身 其實就是萬國殯儀館的廷屍間地露 那是隔離房間來的 不是 簡直是 簡直是 那就是廷屍間的地露 是 因為他們說東城戲院 廁所是要落地露的 所以就說那個位置應該就是 以前萬國的廷屍間地露 所以是特別猛的 其實不只是這兩宗 亦都我家人說過 是說 很出名的 沒有腳的 那些人 就是你進去 廁所有時候 看到那些人好像很多人在廁所 但是你看一下看一下 沒有腳的 都有這樣說過 那都很恐怖 那 亦都很多戲有拍過他們 就是找這些橋段來拍過 那 所以特別猛鬼 一點都不奇怪 那 還有當年真的有很多街坊 到現在 都有說 其實東城有很多怪事 他們看戲都有 那 所以是不是 就是 作鬼孤出來打擊生意呢 那 就 未必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 都有機會是 就是有很多靈體在裡面 那 那你始終在這個 就是在那個殯儀館 這樣 都不奇怪 還有 你知道 戲院 就是戲院是黑的 他都不 長年都不見光 那你一直 不是 你說 你說 還有他 他的歷史也很厲害 就是 那個地庫 簡直就是 那個庭師間 我前身 是啊 還有他們 就是他搬走了 那個殯儀館 到他建那個 東城戲院的時候 其實 那個傷隔不是很久 就是他不是說 擺下了10年 之後才建 沒有的 就是沒有 他立刻就建 所以 就有些這樣的傳聞 都不奇怪 很新鮮 還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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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以前是特別恐怖的 貴過 還有 其實都想像得到 其實本身戲院 都已經是 黑黑黑的 又不會有窗 然後 你還要說 是地庫 還要是停屍間 這個 這個 嗯 也是 是啊 很少你聽到 他本身是殯儀館 他搬了之後 很少有些建築物 是他本身是殯儀館 他搬走了之後 他就會 譬如 在商場 你不會這樣 所以 所以就奇怪一點 但這個是真實 確切的 本身前身是殯儀館 不是有時候 譬如說 有些村 有些居屋 或者有些 以前我們經常說 那些 建的公屋 原先他是亂葬江 這些是無從稽效 這個是真實的存在 就是好像我們之前聽 每間小學的屢次 都是 以前都是不知道 怎樣 有鬼 又是 什麼亂葬江 每間都有 是啊 所以這個 會真實感強一點 原來 這間 三大戲院 恐怖戲院之一 一間茂萍 七八年落成 九零年代 就 倒閉了 原來是華茂集團 持有 那戲院 其實不是現在 其實現在已經在拆 是 一直沒有做過改建的任何事 有傳聞就說 華茂其實一直想拆整個戲院 但是每一次想拆的時候 都會 施工的時候 都會發生意外 所以工人很害怕去這裡做事 接到order來這裡 他們一定不拆 就算拆了人做法事 都 搞不定 有傳聞就說 戲院前身其實是日軍的現場 再加上 其實很多附近的街坊就說 因為以前 其實發生了兩次很嚴重的山泥傾瀉 我們前幾集都說過 聚集了很多冤魂在頭 最為人所熟悉的莫過於是一宗 就是 有一次 一個下雨的夜晚 濕滑的公路 什麼 一個濕滑的司機 高深大野公路 是啊 當時就 有個 老師 想著經過金和平戲院 附近有一些樓 走回家 中途就見到有一雙帽子 蹲了在那裡 就不停被穴打 這個老師就想著好心 走過去 就給他遮掩 一路走過去 就跟他媽媽說 喂 你們是不是沒有遮掩 我有多把握給你們 不要臨傷 很容易病的 怎麼知道 他說完 講緊之際 這兩雙帽子都沒有認過他 繼續背對著他的 等一下 然後他繼續 一路說 一路走過去 說 真的很大雨 你們倆拿一把傘 然後一路走過去 他繼續背對著他的 正當老師走到他們面前的時候 就發現這雙帽子的樣子 其實他五官不停留些沙石出來 泥沙 這個情節有套戲拍過的 就是張國雲林間那一套 嗯嗯嗯嗯嗯 這叫什麼 二道空間 又拍過這個情節 嚇到老師當同暈了在街上 醒了之後 就跟警察和富領居民說這件事 傳了出去 所以那裡也是特別猛 其實 講講講金貿平戲院 其實有很少部分地方 現在已經改建了住宅和倉庫 住宅 其實已經改了 華茂曾經是想整個業權都賣走了 即是賣走了 想脫身 對想脫身 想脫手 但是政府好像不願意 讓華茂改變這個戲院的用途 即是可以將戲院的部分 繼續做相關用途 譬如你們做文化事 所以有傳華茂已經找到不同的機構合作 將戲院變成文藝用途 我想好像柔麻地那樣 我覺得那邊都會立即光亮了 又多了人氣 就說有些找到資料 華茂方面已經決定要清拆了 不知道最近已經拆了沒有 如果有人住在附近的 就可以提供他們拆成怎樣 他們預計在2024年就會重建完成 會興建電影文化中心 到時會有一些黑盒的劇場 主劇場 一些共享工作室 有咖啡店和一些大型活動的大堂 都有的 其實有些類似戲曲中心的那些 它真的像什麼 西九和油麻地戲院這樣結合了 其實都挺好的 起碼不會浪費地方 我看到很多的文青 或者像你這些 偽文青 有一杯咖啡 是的 拍張照 IG 放出來 今天去了這裏 挺舒服的 其實只是 只是買了一杯咖啡 拍了一張照 已經離開了 好鬼焗 後面有些光線 這樣 到天貓廣另一間戲院 三大戲院 是 在未說戲院之前 我想說 現在經常說鬼故 鬼很喜歡蹲在那裏 其實我以前 看到一些人 可能臉向著牆 或者蹲在那裏 我很害怕 就是 我很怕走過去 但這十年八年 可能在街上見得太多 所以我也習慣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就說很多 很多蹲 就是很多蹲 其他我就不知道 背對牆 我真的不知道 是 好了 到我了 三大戲院 我們現在是否說到 我這個是第三間 是呀 第三間 第三間是哪間 大家知道嗎 這間是普慶戲院 普慶戲院 原子在哪裏呢 就是 今天的彌敦道 日東酒店 和普慶廣場那裏 那裏呢 那裏呢 那裏也都傳過 很多一些 很猛的傳聞 那這戲院 就來倒閉的 那幾年呢 有一班 年輕人子女 就去那裏看戲 其中一個少女 就中途呢 通常都是看電影 都會很急 去廁所 那樣 那時候 就應該是下午的五點多 那當時這間戲院 其實就 都幾乾淨 是沒有什麼鬧鬼的傳聞的 那所以呢 那女生就很放心地去廁所 那不過 因為呢 普慶戲院 在三十年代呢 就 起的 即是很歷史悠久 所以呢 有差不多的歷史呢 那廁所也有差不多的 是舊的 嗯 但是最奇怪的地方呢 就是呢 那裏其實 只有兩間廁所而已 那女生去的時候呢 那兩間都爆了 嗯 嗯 但是其實呢 這班人進去看電影呢 即是他那一場呢 即是 聖場呢 其實只有十幾個觀眾 嗯 十幾個觀眾 那所以呢 即是途中又沒有見過那些人出來 去廁所啊 那他們就覺得很奇怪的 會不會在隔壁場啊 即是那些人在去廁所 那沒辦法啦 爆了都要等的 嗯 嗯 那這個女生呢 唯有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呢 等了很久了 都沒有人出來 即是沒有人出來的 嗯 而最奇怪的呢 就是他那 有時候你都知道 你動一下 動一下 褲子啊 或者動一下身 都會有些衣服的磨擦聲 對不對 因為總有一些聲 是的 齊力刺蠟啊 或者腳在動一下 怎樣都會有聲的 呼吸聲都有 嗯 但是呢 他呢 即是在等那個期間 就發覺其實 其實 即是聲音都沒有 連動的聲音都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你知道 即是急起上來 即是急到臉都變了紫色那隻 你是想不到那麼多東西的 是 這個我真的有經驗 即是我不知道我們觀眾 有沒有一些屯門牛牛在那裡 如果你們是住屯門的 你們一定試過急到臉變了紫色 即是因為停車所以急到 即是不能下廁所 是啊 即是你不能下廁所 又不能下廁所 然後呢 你又不知塞多久 哇 接著那一下真是大汗搭小汗 所以在你的臉變了紫色的時候 你是完全不會什麼鬼那些 走在一旁 先不要說那麼多話 好了 沒錯 那這個女生也是 即是不要想其他事情了 因為她經常太急了 但是都很想 喂 為什麼這麼久不可以呢 於是他那一刻就很大膽的 嗯 他呢就彎低了身 就蹲低了 裝一裝 即是那個刺隔 你知道吧 以前那些廁所呢 即是它是下面沒有封實的 嗯 即是下半部分 可能看到一隻腳 嗯 即是讓你在廁所 不要搞什麼 清楚坐下 是 好了 那他就看下那個刺隔底 到底有沒有人 嗯 那結果 都看到一些東西的 那他呢 就只是看到一雙紅色的刺花鞋 嗯 很整齊地放在刺隔裡面 那但是呢 就沒有腳的 即是沒有人穿著的 只是看到一雙刺花鞋的 那就算現在這些刺隔 譬如我們今時今日 再去廁所 無端端見到這雙瘦花鞋 即是你未必會第一時間 想恐怖的 但不是啊 但我覺得都挺恐怖 如果被我看到 嗯 你說這雙鞋呢 我說少少 即是說我也試過無端端呢 在青衣城的廁所呢 那你知青衣城的商場都很乾淨的 也都很新 即是很新的 那些東西 我呢 11點幾呢 乘地鐵 就下車了 很急的去廁所 那當時其實都關掉那些東西 那我就去了一個藍廁 進了九曲十三彎的藍廁 進去了 就已經是第一格的 那下面呢 真的看到有雙鞋的 但是沒有腳的 只有雙鞋放在那裡 那一刻都要少少害怕 喂 是不是 是清潔廁所的那個阿叔呢 即是換了鞋 買下了 我懷疑他是 可能有些人呢 放工呢 換U呢 不怕拿回鞋 嘩 好難不怕 即是我唯有這樣想 我都 而且我亦都試過 見過一個 無端端呢 即是我當時不知道他瘋的 但原來後來 我很多人說 原來那個瘋子 我整天都在那裡 瘋來瘋去 我呢 去洗手間 突然間呢 見到一個男人呢 五六十歲 在一個最遠的格子 走出來 然後背對著牆 好像你說 都害怕的 他無端端 又不自己說話 越說越大聲 又說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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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天大聖啊 什麼什麼 我那刻真的害怕 然後趕快走出去 然後呢 我就打給一些人 喂 我見到有人說齊天大聖 然後他說 欸 那個瘋子來的 經常都在那裡的 嗯 那我又說回故事 我們呢 故事這個主角 因為他實在太急了 所以呢 他其實見到這雙瘦子 都還未害怕 唯有繼續等 好像有人在裡面 都還是 那為什麼呢 在他繼續等的時候呢 就耳邊突然傳來一把 細細聲的聲音 在耳邊跟他說 是女人來的 快點走啊 快點走啊 之後呢 還越說越大聲 快點走啊 這樣 語氣還越來越惡啊 那大哥 整個廁所 只有他一個 那不用說話了 所以那一刻呢 就是被這隻鬼這樣 那樣罵啊 趕他走呢 就嚇到這個少女 立刻衝她出廁所 嗯 就在他臨離開廁所那一刻呢 就在門上呢 就見到那雙瘦花鞋呢 就竟然 就去了刺隔的頂上 嗯 就是那雙瘦花鞋 在刺隔頂上 嗯 而且呢 這次呢 不是沒有人穿了 這次就出現了 一個女人 就是一個女人 穿著那雙瘦花鞋 在刺隔頂上 那麽現在這個女人呢 就只有半邊面的 嗯 那他就沒有說話了 他再沒有說話了 嚇走了他 但是呢 就很面無表情的 那樣呢 就看著他走 就是跟著就嚇到那個女生 真是尿都蠻賣出來 那一定會害怕到蠻尿了 飄上頂上 一來引到一個盡頭 二來 你見到這個情景 真是搞不定 應該和都 因為那些普慶都很舊 普慶就是現在的Eastern Hotel 真的 因為剛才他們說三四八 不是三四八 應該是 現在是Eastern Hotel 因為呢 他都改過很多次裝了 這個酒店 就是 不知道是否因為呢 以前有人說呢 因為 他們的風水不太好 剛剛在十字路口中間 很多殺 是啊 所以他們經常呢 都要改裝 就是要改裝 那個東西 令到那件事好一點 現在好像都是一般的 其實 因為那個地爐呢 就是那個地爐呢 以前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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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試過有其他不同的東西 都不行的 是 嗯 我有到過去的地爐那個餐廳 就是聽音樂 嗯 但是 不知道呢 那個地方呢 就算我 我想去樓上那間餐廳 就是不知道二樓還是三樓那間 嗯 就是我都覺得 入到去 我不會想留在那裡 就是那個感覺是 你不會覺得 你進去之後 你會覺得很正 環境很舒服 但其實他呢 都已經盡量呢 就是 有落地玻璃啊 好像很開陽啊 那些位置很闊 但是那個感覺 不是很想 不是很想逗留 或者不會選擇再去 是啊 那個牆呢 有時經過呢 你譬如有時經過做完事 然後不如下樓下吃點東西 因為樓下現在很多餐廳 樓上有Starbucks 但是呢 你怎樣都不想走進去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你都寧願過對面馬路 是這樣的 你不發覺呢 就是那間餐廳呢 那個外牆呢 那些玻璃呢 那層塵好像永遠都抹不走 嗯 是啊 好像永遠都不乾淨 蒙茶茶 就是 你説大哥 你又有 就像剛才說 有Starbucks 有不同的餐廳 你沒理由沒有清潔 但是每天都好像 很不乾淨 那樣 那層塵永遠都抹不走 蒙蒙的 好像 是啊 這個真的 有影響 風水有影響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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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就不開圍了 是 阿朗西說 是啊 是啊 就是這間 那 我們現在就看多一條片 然後就講豪華 我現在交給天貓講豪華 是 豪華戲院 那在今年 一月 一月左右 這間服務了28年 嘩都很久了 旺角豪華戲院 就宣佈了結束營業 那現在戲院 就是新保院線裏 這裏 比較舊一些 但其實門面 就乾淨了很多 光亮了一些 佔地空間比較大的 不過呢 曾經也有些人分析過 就說 戲院長年都不見光 又說 這環境很陰暗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就經常出現很多 一些 靈異事件 那當中 豪華戲院的歷史 都算是 真是 那很多年來 都有不少人表示 在這間戲院 都遇過一些怪事 那就連起 在ViuTV 都有那個節目 總有一瓣 鬼王都曾經去過這裏 實地地探究過 好像還有拍到一些 靈體的片段 很多影迷都說 真的很可惜 又沒有了一間 舊式戲院 看電影又少了選擇 但我又覺得很搞笑的 他在這裏的時候 你又未必會選擇去進去看 是嗎 是 認他救 這段的本來 我本來想著我講 很多鬼魚 有時候 聽人說 有時候訪問那些事情 今天是最後一天 很不捨得 有幾不捨得的 你們會去看嗎 如果你說 例如看同一部電影 之前有 例如有支珠俠你看 你會不會選擇一個 沒有音響 沒有靚的視覺 的戲院去看 它便宜你都不看 你都會選擇一些 很厲害 又有那些 靚靚靚音響 那些 是 還有 其實去到後期 那些票價很便宜 可能你看一部昂貴的戲 在那裏看 好像四十幾至五十幾元 一張票 有一段時間 那些照片已經是新一些 即是尾段的時候 之前是殘忍很多 它這個妝修完之後 它是有個特價票 是有個特價票 是撼那些漂亮的戲院 其實都吸引到一批人 我記得他那時早上 就播那些 播那些什麼 大吉大利大哥大利那些 你知道什麼嗎 我知道Wendy 就是那些 咸味 咸味氣 少少行多多趣一點 對 好像早上又不看 然後 現在都倒閉了 沒辦法 但其實新寶 我也覺得挺舒服的 進去都不算恐怖 我想他特地用了一些 很光亮的白色等等 反而我覺得它像寧堂的設計 即是那些雲石 即是大雲石的地板 那些長磚 其實是真是大酒店的設計 現在通常都是用一些布質 皮 一些暖一點 即是一些冷一點的顏色去做 型格一點 這些真的太過舊了 真的 是 好了 再說回報告 原來《旺角豪華戲院》 本身是出名的《猛鬼戲院之日》 當年來很多人表示 在看電影的時候 都遇過一些怪事 深知到 有時有些有靈異體質的人 在豪華戲院 會看到靈體 很多人都說 而最猛的地方 就是散場那一條樓梯 有很多影迷 在戲院看完戲之後 都離場的時候 都會有點怕這條 很長很長的樓梯 經常發生一些怪事 都會 你會看到 很多時候 他們沿著這條樓梯 散場走的時候 一路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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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去到一個屢次 經過這個位的時候 又會發現 扶手位有一條紅繩綁著 綁著那扶手柄的位 然後繼續下去 又是屢次來的 他傳得最厲害的就是這間屢次 都是一個熱點來的 打卡店 玩鬼打卡店 試過有很多人 當時 譬如你開門的時候 那些門很薄的 沒有很容易 有這些聲音 很吵 對 門很輕的 他看電影 都知道那扇門 稍微大陸一點都很響 好了 再下一層 又看到又是屢次了 然後 我們這個故事這個主角 就說 他表示他就不可以繼續向前走 為什麼 因為他突然間 看到有一個 穿著白色衫 長頭髮 低頭的人 就站正在廁所門口 總之剛剛可以攔著他們 是 當時 燈光是很暗的 那麼 他低頭 雖然看不到他的樣子 但是 他看到他的衣服的邊 你都會看到少少皮膚 這樣 可能又看到一些手 收手腳 這樣 那麼他看到這些皮膚的位 露出來的 那些部分 是一些血色都沒有的 嗯 灰色灰白色的 是完全沒有血色的 就是不是黃的 不是粉紅的 不是其他 是零血色的 那麼他呢 就怕到 馬上突然 轉彎就繼續落流一下 嗯 之後呢 他們再下去的時候 他的朋友 就不約而同 這樣 就覺得個人 突然間好像 就是 很重啊 那個胸口被人壓住 就是 周身不舒服 是吧 嗯 他們呢 都覺得 就是 有些東西的了 總之心之不妙 不舒服也好 怎樣都好 他們呢 就一口氣了 就跑了到樓下 想打開門 但是那道門呢 其實都幾大到的 卡帶又 卡得很實 嗯 無論怎樣弄呢 就是都開不到 好了 他們呢 真的很害怕很害怕 到最後的時候呢 就終於打開了門 然後呢 就好像火速那樣 飛快逃離了現場 嗯 而呢 鬼王的節目裡面呢 就有一個 有陰陽眼的嘉賓呢 就在這間戲院裡面呢 就是電梯附近 嗯 還有雜物房呢 都說見到有靈體存在的 嗯 看得很清楚的話 那麼呢 上傳 即是有不少人 在這個豪華戲院看完戲之後呢 都有人試過 在樓梯裡呢 有些人暈了在這裡 嗯 是的 也都有人表示 在離場的時候呢 在這個樓梯裡 都見到啦 剛才那個 就是八三的靈體 嗯 即是不少人都見過 原來那個靈體 嗯 更加有人呢 見過這個八三人呢 有見到他的樣子 但他是沒有臉的 嗯 是的 都有人傳過出來 那些人見到他呢 他的臉呢 見到臉了 但是呢 是白色的 還有臉呢 即是眼、鼻那些呢 有滲血 嗯 即是沒有不同的說法 嗯 剛才也說過啦 鬼王呢 在他的節目裡面 還有一瓶 也曾經到過這間戲院 那表示呢 入到戲院呢 那些靈 有看到靈異東西的朋友呢 就說見到呢 在電梯附近 的位置上面呢 有一條橫梁的 嗯 橫梁那裡呢 是一個男性的靈體呢 坐了在這裡的 坐在橫梁上面 嗯 雙腳呢 在那裡拼著拼著 這樣的 即是連那個 探靈的人呢 都說 見到之後都 即是打散爛了 嗯 之後呢 他們就去到 影院裡面 那裡 都見到呢 有些靈體 其中一個呢 就 坐在第一二排的 嗯 然後呢 就踩了上去 那個椅子上面 就有些 就有些 白色 白色影啊 光啊 那樣 他們在戲院裡面 看戲啊 他們在那裡 好認真地看戲啊 那另外呢 嗯 在中間的位置呢 就見到呢 有一男一女 有兩個靈體 都在那裡看戲的 那後來呢 他的攝製隊呢 在戲院 類似雜物房的位置 就看到另外的靈體 就看到有一對年輕的帽子 靈探者就看到一個很年輕的媽媽 靈體 她穿著白色底衣服 當時手上抱著一個 我想應該大概八九個月 沒有穿衣服的寶寶站在那裡 女主持就說 在樓梯的位置 都覺得是很有壓迫感的 整個團隊都覺得很不舒服 去到那個位置 近著樓梯的位置 而攝製隊最怕的是 在兩個女主持之後 去到最晚的一個熱點 即是女廁門口外面 有一個玻璃的倒影 射就看到 屢次裡面 那塊鏡子 竟然有一個 六十歲的老伯 在一個反射面 看到一個六十歲的老伯 你別以為她是來做清潔的 這個老伯 他們當時看到 只有一個頭 看到一個新的 但看到懶著頭 有一條很長的頸 靈探者在玻璃裡 看到這個老伯 當時頭 從鏡頭 好像在鏡頭伸出來 我相信她是一直在類似裡面 即是經常都徘徊在那裡 但當我們兩個主持 真的看到有東西 拿著攝影機 走進去廁所拍攝的時候 就縮起來 就不見不到這個靈體 可能就走了 被他們嚇倒了 即是這個豪華戲院的一些熱點 就是這個類似 豪華戲院我看過一次 很久以前 那些位置都不錯 不過其實跟現在沒有相比 因為現在的位置 那些梳化很舒服 以前是舊式那些 是真的薄單薄一點 而且那些熱點聲音 讓人害怕 有彈弓的 裡面還有 對 以前是這樣 不過它以前 其實現在好像比較好 就算這些廁所都會被人換 因為設備真的舊了 而且設計真的舊了 而且你會覺得好像 那些椅子 我進去看過一次 我當時看了什麼新戲 就算你進去坐 你的手摸到那些椅子 都好像眼裡癡癡癡癡癡 對 好像生壽 你觸碰到那些生壽味 然後那些皮的位置 好像被什麼人觸碰過 痂痂痴癡癡癡 然後又 地上又好像 有人套過痰 滑滑滑滑的樣 哈哈哈 形容得很好 就是這樣 而且它的位置 因為它可能以前的設計 是比較實用 它一直向上斜的時候 其實人和人的距離很近 一定會遮蓋你 嗯嗯嗯 不過它最好的地方就是 後期轉了做便宜咖啡 始終它是市區 都方便了某些人 就是大家可以便宜點看電影 不過沒有了 現在完了 收拾了 這樣呢 現在就講演藝學院了 是 演藝學院其實它都會做很多 除了舞台劇 它都試過在裏面做過一些戲 不過就少一些 通常都是舞台劇 這件事就發生在一個 在演藝讀書 跟手做完演員的一個朋友仔 我也認識的 嗯 他大大話說 就在那裏 二十幾年了 就是由讀書到工作 聽過不少關於劇場的靈異故事 他自己說 他就很幸運沒有遇過 當然你說有時候他彩排 有沒有一些聲音 突然發出來 是有的 但是他就 當作有工作人員就算了 嗯 為什麼他說劇場會有這麼多靈體呢 首先他說 因為劇場工作 就是一行 就是跟人是有息息相關的關係 就是他不只是放一套戲出來 另外呢 大家也有多新心靈的交流 其次就是大家可以想想 劇場的化妝間 就是在裡面 所有東西都是在裡面 還有他們是沒有窗門的 是 所以呢 除非你等到你擦那天 如果不然 你永遠都看不到一滴陽光的 在裡面 嗯 適合那些靈界朋友仔 而且大家都知道 靈界朋友仔 除了喜歡奶叉燒之外 哎呀這個真的要小心點說 最喜歡當然是看電影 除了做舞台劇 還有舞台劇 他們一定會拜台的 嗯 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人家傳統開鏡拜神 他們都會拜台 所以呢 劇場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有得吃 有得玩 還要像豪宅那樣好地方 那怎麼會不多靈界朋友聚集在這裡呢 那他就這樣說 是 好 等等先 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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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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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這些靈體特別敏感的 那 他幾年前 就演出一個劇目 叫做 莫扎特之死 那就是中間那個 那個 演出的地點 其實就不是在這個劇院 那 他就是在 中環的其中一個 最猶豪歷史的表演場地 那 那場戲 其實他正正就是 莫扎特快死那一場 那 他抱著他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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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演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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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扎特 看到莫扎特在念台詞 我的朋友坐在左邊 他不是演出的 他在下面做 幫他們監察台 坐在左邊 演出完筆之後 有人問他 你見不見到 他說 見到甚麼? 見到甚麼? 他說 不是呀 剛才我見到他在念台詞的時候 觀眾直第一行 有個人突然站在身上 還走到他在台前 用雙手托著頭看著他們 定眼看著他們演戲 嘩 我覺得很害怕 然後一關燈後 開門就不見了 之後他就說 不是吧 不是那麼瘋 然後他就周圍問一下 有沒有觀眾 去了廁所 又或者有沒有人見到有一個這樣的人 形容給他聽有沒有一個這樣的人的存在 答案當然沒有 就算有這樣的觀眾的舉動 這麼奇怪 你知道不是戲院 戲院有時候會 有些人走進來叫你坐下 或者不要吵 你這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些舞台劇 是 是 很安靜的 而且他會關上所有的門 一些聲音都不會有 你突然有一個這樣的人去舉動 一定會有些大委員衝來抓走你 除非 而且會立即停 如果真的好資料 他們會立即停了演出 除非本身這個是其中一個劇情 如果不是其實 他們彩排過了 就是不會突然有這些東西出現 是的 他說不會留意不到 這件事 他說在演藝 是沒有人不知道的 就是每個人都知道有這件事 他叫做白衣姐姐 是的 他就叫做白衣姐姐 另外他就說 演藝 有一個劇場 是充滿實驗性的 另外有一個實驗性的舞台 劇場 他就不開這個劇場的名字了 他介紹一下劇場的設計 他說觀眾席和 那個 台 最頂那裡 其實是有些燈橋的 上面有些人 有條橋是放燈的 還有一些燈巴 用來掛燈的 給設計師設計舞台的時候 把燈掛高掛低 這樣用的 平時就會很少人上到那麼高 他學生時期的時候 有人告訴他 就整天在那個劇院的 那個位置上課和演出的 嗯 他說有一件事很小事的 就是有很多 同學在觀眾席那裡 看電影的時候 因為他們 讀書的時候 他們要輪流上個台做戲 那些 我同學在下面看電影 大家抬頭看 就會見到有一個 穿白衣 白裙 長頭髮的女人 坐在燈橋那裡 腳踏踏地看下來 一起跟大家看電影 我發覺他們很喜歡坐在那個位置 即是坐在那邊那邊看著 對 然後呢 會 突然間 消失了 貧空消失 這件事他說 久不久呢 總之有學生 進來讀書 去到這個劇院 就一定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一定會說出來的 另外 有一宗 比較厲害的 就是 如果你要掛燈掛得高 那怎樣掛呢 通常 劇院有一座東西可以升高升低 即是升降機 類似有時候 你看到政府的人 在街燈 換街燈 會有一個升降台 他就把那個東西 走過去 升高 把燈掛上去 他有一次入台的時候 有一個燈光設計師就在掛燈的 當時 那麼突然間 那個舞台監督 即是他在看著 一齊在看著 突然間呆了 發呆了 然後他就問座理 那個舞台總監 就說 喂 你見不見到 然後他說 我見到 我也見到 要不要叫機告訴他 意思是 要不要叫上去 給那個燈光設計師 他在上面吊燈 要不要跟他說 然後那個舞台監督就說 不要啊 很危險的 因為 升降機 其實是很窄的 如果你真的很不穩 有時候如果太大動作的話 東西會反 所以 不要先看定一點 然後 原來 他就說 設計師一直在修正燈的時候 在那個 燈巴 有個 姐姐 原來一直都是 陪著他 在旁邊 當設計師調整完燈之後 禁制 從升降台慢慢下來的時候 這個白衣姐姐 就是單手凌空地 搭著她肩膊 一起平排 但是那個姐姐不是站在升降台上 她凌空飄起 跟她一起 一起降低 哇 陪著身心陪著她 是啊 一起升升降降 一起在那個頂上慢慢飄下來 低位然後慢慢消失了 她說好像拍戲一樣 但是這件事是真的 因為當場在場 有很多人 都看到這個畫面 不只是這兩個監督 有很多不同的人 就是這樣 這兩單是比較出名的 這個白衣姐姐 在演藝上是很出名的 是 其中一個星期的 是 可能是在佈了很久的 不過演藝其實是比 裡面那些 劇院 其實是比劇院更恐怖的 我覺得 他們是陰陰陰陰的 因為他們多元化很多 而且 還有一些黑合劇場 有些很小的黑合劇場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黑合劇場 即是它是一個空間來的 很小的 那些人就是坐在一個黑色的 盒子那裏 一排一排地坐在那裏看的 那那個劇場 即是他們做的東西 是很實驗性的演出來的 可能它是一個 年輕的 編劇寫一個 可能說自己的東西 那它就在 中間那裏 大家圍著一個圈 它就做給你看 這就是黑合劇場 還有它跟觀眾的距離是很近的 是的 即是有互動 互動是大的 這些實驗性的劇場 這些是有時候很恐怖的 因為很黑的 通常進去就是身手不見五指 只有一個人形 它是黑得是可以黑過戲院的 是的 我記得我去看畫劇的時候 也是進入了這些劇場 他們有時候要轉報警或轉道具 是的 我告訴你 他們真的一閃燈 我真的什麼都看不到 是的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做過那些 兼職的演員 舞台劇 我蠻喜歡看的 因為 顧問論他做得不好 他做得差 你這麼壞 顧問論他是 疑氣論氣 他做得不太好 但是呢 我很喜歡看他們 換報警的時候 他們突然間 你完全看不到任何東西 連蓋到自己的手指也看不到 他不知為何他們可以換到報警 他們都很黑的 但他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說 黃都 北角黃都戲院 大家 應該不會有人去看過戲 因為很久之前已經撿了一顆 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那個拱頂 支架 那個北角黃的戲院 剛剛不久之前 就發生了一宗工業意外 其實不太久之前 一個34歲的男工人 在生日之前 就在戲院的地盤 拆造一個拆射工作的時候 不小心就被 石屎擊中了就身亡 很多人就立即聯想起這個戲院 有很多鬧鬼的傳聞 目前承建商已經停工 即是出了拆射工作 停止拆細工作 不如先說一下戲院 因為有分數的歷史 原來他前身 是船工戲院 有創辦人歐德黎 在1952年創建 1959年 就逆手 就變成黃都戲院 在北角壓立了68年 以獨一無二的拱形建築文明 即是中外都文明 講到拱形建築 其實你在不同的網站打 都會彈出黃都戲院 除了獨一無二的拱形建築文明之外 戲院正面這幅石雕 非常有名 這幅石雕叫做蟬迷董場 原先是遮蓋了 因為有很多廣告燈牌 有很多廣告牌遮蓋了 後來因為現在要拆射 就脫出來 就看到真樣了 大家有興趣 又住在港島區 就可以去看一下 看看拆了沒有 因為好像說不保留那個石雕 現在還看到 應該還看到 那個石雕和建築的風格 在當時來說是非常摩登和前衛的 戰後這個戲院在50年代 有很多國際級的演奏家和歌唱家 都會在這裏演出 例如包括有哪一個國際級呢 有鄧麗君 日本的松竹歌舞團 有維也納的兒童俠唱團 不要笑 維也納的兒童俠唱團 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很出名的 有呂高音 費明儀 有粵劇的組合 當然不少的 香港代表 大龍鳳劇團 麥炳榮 鳳王女 這些 都是當時星光陰陰的 在戲院 北角的黃都戲院 也是見證了香港的黃金時代 但是呢 令到他的轉捩點 就是1995年的一場四級大火 火災之後 生意就完全不行了 最終在97年之前就結業了 直到2015年 戲院就開始傳出被人收購 想收購業權 因為其實裏面有很多 有個商場 有黃都商場 黃都大廈 下面有很多不同的店 其實每個都是不同的業權 他們要收回來 打算統一業權 就拆 但是呢 又再次 有這個收購 就引起了附近很多人的注意 Hello 卡卡 Hello Hello 大家還沒給個讚 請給個讚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真的要給 外面只有55個讚 但是你們很多人在聽 快點幫忙給個讚 然後乖乖地 謝謝你們 然後 因為又 掀起了一番熱話 所以 有很多人走去靈探 由於舊建築加上日久失修 令到黃都戲院 恐怖了很多的氣氛 加上2018年 黃都大廈的後門 曾經發生過一宗 奪命的交通意外 令到黃都戲院 鬧鬼的傳聞 更加刺激 什麼事都賴了 附近 我剪刀手指也賴了 不小心小頭暈 門口也關了 所有事都加上熱烘烘 很多居民就說 其實有時候有些人訪問附近的阿叔阿婆 都說 附近 有鬼陰氣重的 然後有些人說 是呀 真是呀 經過得頭暈了 很多人都說 看一看已經心寒了 現在這間戲院最恐怖的 這間戲院 找了幾宗東西出來 哪一宗為之 最多人說 以及 比較恐怖一點 要是告訴大家 這宗是前一陣子的 其中一宗比較恐怖一點 就是 它其實有個黃都大廈 它是連接著戲院的 那它買票的位置 其實就是在商場的位置 起初 戲院就沒有了 商場也會有些人 進駐在那裏 搞生意仔 買東西 其實刷之前都應該 現在中央還有少少少量的店鋪 但是以前也比較多人 進去的 有些是做西裝 有些是 非法 有些是賣一些小飾物 都有的 晚上有些看間 都會看一看這個場 是 有一晚就是這個看間 就開始巡舖 樓下巡下巡下 金蕭大廈 陳山聰 走到某個位置 就 看到一個舖位 門口站了很多人 是 心想 半夜三更 站那麼多人在那裏做什麼鬼 12點幾點 就知道了 商場其實已經沒有什麼人走的 還要是做街坊生意的 半夜三更怎麼會有人呢 於是他就拿起電筒 照著那班人 一路走前 一路走近他們 就跟他們說 就跟他們說 喂 你們在那裏做什麼鬼 商場沒有人的了 都關掉了 當時這班人 好像完全 不理會他 聽不到他說話 繼續 這班人 好像排隊那樣 齊齊齊地看著這間店 你知道 舊式的商場 那些 唐樓的商場 當然是很暗了 本身 是 再加上 商場裡面的店已經關燈了 就更加恐怖 又暗了 你等一下 突然間 我發覺 我發覺 不用說商場或者戲院 其實所有地方 一到夜晚就關燈了 沒有人的時候 都是挺恐怖的 都恐怖的 但這些就更加恐怖 那他就 更加暗了 只能夠靠 電筒照著那些人 他一路走 一路跟他們說 喂 快點走 快點走 關門 差不多走到Binding的時候 咦他就發現 眼前好像蒙茶茶 他就脫了自己的眼鏡 來擦一下 擦一擦 當他戴了眼鏡上去 他就看到 即是 他在看那個畫面的時候 再說 喂 生啊 你們快點走啦 然後戴上眼鏡 看到 全部人看著他 是 大家同一個視線看著他 令到他非常 有些什麼事啊 這樣 看到眼神是很空洞的 這個漢奸 看到這樣的情況 有點害怕 大佬不知道是人還是鬼 突然這樣瞪著我 然後繼續拿著電筒 他照下去發現 咦 那些光穿過他們 嗯 他就知道 糟糕了 糟糕了 老人家是會鎮定一點 於是他就 裝沒事了 就靈全面 繼續一路走 說 沒事快點走啦 商場關門 收工的啦 急急走走走走 回到那個 奸廷那裏 就關了門 鎖了門 一路不走出來了 直到第二天 早上才走出來 那之後呢 當然 八卦 吃花生 那立刻有些租客 跟租客說 哇 你不知道 我昨晚見到什麼 哇 整班人 圍著那個舖 大佬 不知道在做什麼 原來那個舖 本身是有人在租的 原來那個舖 原先的位置 就是買票的位置 喔 他們在排隊買票 是啊 那之後呢 這件事就傳開了 你知道那些 隔離舖 那些八卦的啦 原先租了那個舖 知道 原來晚上那麼多人在排隊 圍了一間舖 那 退租不做啦 那當然 這個 伯伯 這個漢奸 當然也不做啦 大佬 怎麼搞呢 慢慢都這樣 是 那之後就已經沒有漢奸了 嗯嗯嗯 什麼 你給我是個租客 我都不租啦 大佬 日後又沒有生意 不要說有人排隊 晚上又那麼多人排隊 日後就只有幾十元生意 晚上那麼多人排隊 打算幫襯了 總之我開夜晚 好氣不順了 不租了 總之我開夜晚 開7份就算了 現在的圍板全部遮蓋了 是嗎 噢 OK 這些豬肉佬看來是住在對面海的 天氣熱我經過外面都覺得涼很不舒服 我沒有怎麼經過那裡 英皇道 英皇道應該是 田牌有地盤以外 對呀卡卡 剛剛說了 對呀 我覺得門口上面那塊浮雕 其實我覺得有點風水的感覺 一定會有的 以前那個年代的人是很講這些 又迷信 又風水 所以一定有 不過他這個浮雕 當時來說是很摩登的 因為以前的戲院是 很藝術 你看金茂萍的人都知道 以前是 一座普通東西 梯形的 就叫戲院 你這個 你這個建築都很特別 是拱形的 裡面的內部那張照片是舊的 那張照片是以前的樣子 裡面都挺漂亮的 是啊 是啊 以前黃刀有芬蘭玉室 有桌球會 是啊 我覺得 我懷疑 嘻嘻豬肉佬是郭靖強來的 他對這些花邊這些資訊 很厲害的 他應該很喜歡玩 他以前 你不是以前很喜歡玩的 很喜歡到處去 去不同的地方 去戲 看起來多大小 是大小的 是大小的 以前的年代是走英式 走羅馬 歐式的風格 建築很多 所以都是 偏向是grand 偏向用料 是漂亮的 跟現在的風格不一樣 很輝煌的那些 夜半歌星 但是也很危險 因為以前用很多 布藝的東西 如果那些晚上 譬如那些燈 射燈 很多時候以前的那些舞台 經常說一晚上燒光 原因是因為那些 射燈 很熱 以前不會知道 那些燈會很燙 很熱 會射穿 射到那些布 會著火 所以就引發火警 以前也沒有那麼嚴謹的 規例 那樣 是的 以前的戲院或表演場地 是的 其實黃刀樓下的商場 本身也不是很恐怖 日乾日白就不恐怖 晚上 你就想去另一個方向 害怕 還有 你什麼地方 就算你現在普通的街市 你的店舖沒什麼你都害怕 是 是嗎 好了 今天來到西門町 大家也去得多了 大家有沒有去過西門町 附近的幾間戲院呢 有沒有進去看過戲呀 這間 本身不是很多靈異東西的 但是 疫情之前那一刻 竟然發生了 一宗幾多人討論的靈異事件 就是 疫情之前 大概 應該2018年 年中左右 就有一個 姓謝的女生 蛤 我也是姓謝的 很害怕 就跟朋友去了這一間叫做 喜門客絕色 影城 是的 喜門客絕色影城 喜門客絕色影城 OK 那裡去看電影 聽到的名字 你都知道是近夜來的 他 都有幾十年的歷史 但是這裏的裝修其實都不錯的 當時 他們就有五個人 三男兩女 就去看電影 電影開場 大概五分鐘左右 其中一個朋友就說 我能不能出去先 我快要休息 我快要休息了 我覺得休息很辛苦 不知道為什麼 他有這些不好不好的感覺 然後那個女生就說 做什麼啊 沒有什麼事 怎麼知道呢 他看著看著那個人的情況 他發覺他的朋友又真的 不多對勞 那 看到他的臉上很順白 又出汗了 額頭 都算了 那整班朋友呢 就想著一起出去不看了 那都跟他出去先休息一休息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當大家要出去的時候 同時間 有幾個不認識的人 就說 不如我們可以一起走 那很奇怪 那幾個不認識的人 就跟 一個故事的主角 和姓 謝的這班人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們出去啊 樣子就很荒失失 就非一般了 等到呢 出了戲院的時候呢 剛剛呢 說無法呼吸的那個 那個 阿姊小姐 就說原來呢 他說在戲院裏面 當時 他看到有很多鬼 跟著他們一起看戲的 但是最恐怖的呢 就是對方 還說我們 另外跟他們一起跑出來 的另外一班人 那他就說呢 他們一起 離開的座位的時候呢 其實馬上呢 就有 其他的靈體 坐在他們的座位上面 其實當時的戲院 是有很多靈體 一起在看著戲 那說一下呢 這班朋友 全部都起了雞皮啦 聽到他們這樣說 終於知道呢 為什麼 那個朋友當時說 吐不了戲了 原來裡面是這麼迫劫的 但是當時呢 這個女生就說 他 其實進入去呢 覺得很冷的 但是呢 初初以為是冷氣 然後被他這個朋友 這樣說一說 那就是 原來是因為裡面是 那麼多鬼鬼鬼鬼鬼的 好了 然後呢 他就說 其實 原來呢 這個 這個故事散了出去之後呢 他們都聽了很多不同的同學的同學說 都說出來 原來都有一些差不多的遭遇 同學仔呢 就跟他們說 在這間戲院呢 都遇過 試過有一次 整個場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人的 那麼他的位置 當然是沒有人的啦 沒有人才坐下去而已 那麼他一下子就坐下去的時候呢 在這一刻 就突然間好像被人 用手推開他那樣 那麼他就整個人都趴在前排那裏 然後呢 當他打算撐回身了 其實呢 那個力是不小的 不是說他踢傷或者撲傷 他真的完全是被人用力推的感覺 他完全是被人用力推的感覺 對呀 就是要死開啦 那樣 就是那個感覺 好了 那他又起身了 那一起身這一刻呢 他眼尾呢 就看到他其實 他準備坐這個位 這個位置呢 有一個叔叔坐了在那裏 這個叔叔呢 一直看著他 就是那種看著他呢 是背著他的 嗯 不禮貌的 就是 喂 你幹嘛坐了那個位啊 就是那些呢 那嚇到這個同學呢 即是立刻就跑出去啦 戲都不敢看 是 那麼這班同學呢 也有其他一些經歷 就說回呢 現在這間戲院的靈異事件 那麼其中呢 有一個就說了 就曾經呢 在這間戲院工作的員工 嗯 就說 戲院呢 原來有一個規矩的 是 就是新片上映 之前那一晚半晚呢 其實都要在一些 沒有人的影廳那裏呢 去播一次的 好了 那這個新仔呢 去到 即這一天啦 又看到他在播這套戲 新上話 但是他們是 不再播一次的 為什麼一開始呢 他以為會不會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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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就 跟那些老航磚聊天啦 那老航磚就說 其實呢 這個有一個老規矩的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播呢 原來就是因為 演出之 即 播片之前 正式上映之前 那一晚 一定要先給靈體看了 嗯 如果不是呢 以他們的經驗呢 在正式上映那一天呢 就會出現很多古古古怪的狀況 嗯 即是會很 在這裏又不知為什麼斷了 又停了 又壞機呀 什麼事都發生過了 所以呢 才有這一個這樣的 這個這樣的規矩 是 他亦都說呢 試過在放片的時候呢 本身前兩排呢 是 即是不賣票的 嗯 但是呢 他在放影室 在上面的放影室 看上去的時候呢 竟然發現前兩排呢 都坐滿了人 嗯 如果看真點的時候呢 前兩排的人呢 也不是很實在的 是少少半透明的 嗯 但是 正在做事 你知道啦 就是沒辦法馬上離開了 是 都是上班的 那不需要別人走 好了 之後呢 他經歷了那一晚的 奇怪事件之後呢 看回日子呢 原來當時呢 是宇蘭治來的 嗯 還要是呢 上映的那部電影呢 在一部鬼片 即是好像不是說關於中葵 這些這樣的鬼片 那 講完台灣 講完香港啦 大家記不記得有一城以前的電影院呢 叫AMC AMC我想大家都有印象的啦 如果年紀一般上下的話呢 就好像我那樣 這間電影院本身呢 裝飾都不錯的 我以為蘇姊他很紅薄薄的 嗯 我以前小時候不知道 他跟AMC跟HMV沒有關係 那個Logo很像 然後呢 他本身挺漂亮的 還有都標榜是 說音響很好啊 那些螢幕很漂亮啊 但是呢 曾經在這個 Hello 早晨 你好 Lucas 你好 Hello 他曾經 在05年5月傳過一宗很光動的靈異事件 是05年喔 不是很遠的 這件事說什麼呢 就是當時 有一個觀眾 在AMC有一城的戲院那裡看電影 現在呢 其實就叫做 有一城戲院的啦 Festival Grand Cinema 是有一城戲院啦 再浮誇一點 D150 那是要這樣的嘛 這個人頓錯一點 電影呢 在這部電影 即將要 放映的時候呢 突然間有一個呢 他說他坐在那裡等看電影啦 突然有一個人走到他的眼睛前面 他身形好瘦 收到不合理的男人 竟然用一把極女人的聲音 跟他說話 就是要我扮啦 自演繹 先生 這個位 是我的喔 這樣 這樣 當事人就回答他 什麼呀 我沒有錯錯位喔 那個位是我的喔 我有票喔 之後呢 這個人就 啤了一下 就走開了 離開的時候呢 還不停在浸浸浸自然治愈 但是當電影一路做到播完之後呢 那些觀眾呢 就是走了啦 慢慢走啦 慢慢走啦 這個人呢 依然坐在那裡沒有動 那有些職員經過 就說 有一個人還沒走喔 你們去看一下 那職員就進去那個影院那裡 見到他真的只有一個人喔 那我走到 喂 先生 播完的你要離開的啦 那我見到他 不動了 走到看 整條褲子 賴得濕透了 好像濕感 那 喊他也沒有反應啦 就是坐直直眼睛睛的看著螢幕啦 那套戲又看完了 就是放完了 又打開了燈 又沒有反應 似乎那個職員就叫救商隊來了 即是附近有些 商場給救商隊啦 來到之後呢 那個觀眾呢 就不知道那個人就慢慢醒了 然後就跟他們說回 就問他 其實你做什麼呀 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問一下你有沒有病歷呀 你是不是中風呀 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中風就是 不動動呀 或者 可能沒有表情呀 那他就說什麼病都沒有 他一心呢 只是來看電影 看這部電影而已 他說呢 原來呢 電影一播的時候 剛才不是說那個 女聲的男人呢 就是我呀 就是我呀 原來他就 突然間 突然出現了在他面前 然後坐著了他 就是坐在他上面 他立即就不受控制了 就是完全動不了了 坐在一張椅子上 被人鎖住了 就好像被他捉了 而且他完全看不到銀幕 他只是看到這個 女聲的男人的背部 因為坐在那裏 坐著了他 然後整場戲 他就看著這個男人的背部 又動不了 又說不出話 應該很害怕呀 是啊 所以他嚇到失禁都是常識來 然後這件事 就出現了之後 就影響了當時的戲院 以前雜誌很八卦 雜誌講的 本身這間戲院 都已經不是很多人看了 他的位置其實都很格涉的 你知道有一成 除了讀大學的人會經過之外 還有樓上附近的那些有錢人 有錢人未必會在這裡看 都已經很少人看了 都已經 那麼 亦都影響了當時的戲院 那個位置就 邊邊 最終就改了名字 就是改了這間 Festival Grand Cinema 然後呢 就改了名字了 這間戲院現在還在哪裏呢 其實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很久沒去有一成 如果大家在有一成附近住的 就可以告訴我這間 Festival Grand Cinema 在哪裏 Festival Grand Cinema 為什麼我講華謬呢 其實本來不講的 但是因為 你想起戲院 我就想起華謬 因為這件事 在我身上發生過 我的朋友 不完全是我 那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那 我很記得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 我去看見鬼 是 那時剛剛上 見鬼大家看過了 即是阿里辛傑那套 我還跟幾個朋友一起看的 有男有女的 以前的舊同事 華謬戲院那時 已經很舊了 已經是那些雲石東西 暗地 然後那些工作的員工 年紀大 還有我記得可以吃煙的 是 是 但是它有一件事是很特別的 它不是特別暗的 它都挺光亮的 大堂也很闊的 但是 有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安感 我去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看過三四次電影 因為我那時在尖沙咀那裡經常抱 我經常怕過那裡去看電影 我覺得你選好戲院看見鬼 是啊 真的呀 去見鬼的地方看見鬼 那時 經常說 華謬戲院有多好猛啊 那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以下是真人真事來的 今天 跟大家分享 大家等待見鬼入場的時候 其實很期待 已經打個底驚驚地 大家都 我記得當時的戲院 但又吃得煙 雖然開始說 現在 那時候開始禁煙 但也有很多人吃的 煙霧靈漫 將恐怖感推高 因為煙霧靈漫 我有個女生朋友 很大煙人 我記得當時 她剛入場 坐下了 吐氣未做的 她突然說 很肚痛啊 我想去廁所啊 就是這樣 是 我不是說 你快點去快點回 是不是煩的 無緣無故坐下 說急事 然後 一支箭衝去 類似廁所 左上角 那張圖 其實那個紅色門 就是當時的 入口 看見鬼的入口 我記得 對面 正對面 就是廁所 很近 十五步路 大約 他進了廁所 他說他當時 就進了最後一個格 因為他看到 廁所門全部關掉 只剩下一格 唯有去尾 而且那時候 都不會想到這些 急起事上來 真是 衝進去 想都不想 很自然 大煙人的人 當然是拿煙出來煲 上面是吃煙 上面是吞雲吐霧 下面是放下的東西 那 吃吃下 他就聽到 旁邊有人敲 敲去那個刺隔的那個牆 他以為 可能有人叫他 不要吃煙 這樣 你知道 華幕戲院那時候 做這些夜場 都是三三五學的 因為看電影的大部分 都是婦人的泊車仔 或者是那些 母小姐 大曬金簾 是的 所以他都不敢怎麼吵 他打算多吃幾口就丟了 隔了一陣 隔了一陣 那 突然有一把阿叔的聲 就 在廁所外面 就是剛剛在門口叫進來 他就跟他說 喂 這裡不准吃煙的 你不要吃煙好 他就以為是 工作人員那些阿叔 因為整個牆的工作人員都已經很大年紀了 是 聽完之後 就突然間 就打了個凸 他說 員工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叫進來 但是 是女廁 你不會進來的 你不會進來 女廁吧 於是他就趕快 不要了 快點 趕快走 那他就趕快解決了 吃完 打算 扯多兩口煙 然後才離開廁所 誰知他還未扯完煙 刺都還未沖 突然間那個阿叔的聲音就很大聲 那個阿叔的聲音就形容 就已經在廁所裡面了 是 聽到那個距離很近 很大聲 喂 不要再吃煙了 這樣 很大聲 嚇到他立即 走出來 他一出來就發現 整個廁所是沒有人 是 一個人都沒有 而且是關門的 廁所 阿叔走得快 一定有古怪 然後還要不特意 他剛才 敲他那個 其實整個過程不是很久 你不要大家幻想 他每個人都試了很久 其實是很快的 他明明有人敲他 他一出去 他總共有三格次格 另外那兩格是沒有人的 是開的 他那種開 不是有上手用過 推開那種半演半開 是真的貼到 好像很整齊 好像 有人撿過 被人開 是的 這樣的 沒有人進過去的感覺 很新鮮的 廁所 他怕得 刺都不衝了 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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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鬼呀 類似這樣 我辦不到他了 那麼 那一刻大聲到認真 我在裡面看電影都聽到他喊 嗯 於是我就 衝出去看有什麼事 他喊到這樣 衝出去就看到他整個線低了在地下 就是那些街磚地上 我就扶起他 他哭得不得了 他說要走 立刻走 然後我還沒看這部電影 剛剛看的 大哥 然後他說不看 然後我們唯有 那麼他都要 那你都要 跟人說聲不看呀 唯有就走回去跟其他人說 他說不看呀 不知什麼事呀 不如 走啦 那麼跟著我們幾個就 一起走啦 那麼他不舒服就一起走啦 那麼我走了之後呢 那麼他告訴我 剛才那件事這樣發生啦 我說以後都不敢去橫我看電影啦 那麼跟著 我和我都 不是很喜歡去華謬啦 第一是又吃煙又吃得厲害啦 第二就是 他不停在吃煙之餘呢 而且經常都感覺到氣軟是很壓迫的 知不知怎樣的感覺是 所以 一來就可能不好 二來呢 那裡真的那個氣場很不舒服的 是呀真的沒有的 那麼 就是這樣的 當然 我個人感覺到這樣啦 可能有些人去都是感覺 是這樣的 最終一間戲院 當然是沒有的啦 而且後期都 其實這個戲院 是沒有人看的嘛 通常都是 那些紙的 因為他做得比較晚的 那些戲 可能最晚的那場都是10點半而已 他可能有12點都可以的 都有的 所以就 不是 我告訴你 我真的 我剛才想說 我真的看過一場是 不知1點多還是2點多的 有的 有去到不知最晚到2點多 是有的 柱老華 我們在說華茂戲院 知道嗎 華茂 華茂 華茂戲院真的是 有好東西的 梓夜場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進去看鬼 我進去一次 唯一一次就是看 有一部片叫做鬼屍 好像是台湾典 我有看过 大S做的鬼诗 是吗?我又不记得这件事 但还可以的 也不太差的 我觉得可以去看看 叫鬼诗 即是一条C的C 我看了两点多那场 哇! 入到大堂已经煙霧离漫了 然后你已经感觉到 你看完电影 你的新日会是臭的 是很厉害的 是完全是事无忌 但那个是晚煲的 真的煲到画面是蒙茶茶 神经病 是很有气氛的 然后楼下就有两个阿叔 就像刚才你的故事 那些阿叔 不太过头发那些 油塌塌的那些 那楼下有两个阿叔 然后我们去看 一边看 其实在戏院里面 这个煲烟 已经是那些很朦胧 很迷幻 你还要看恐怖片 是的 我记得当时吃完宵夜 吃完两点都还可以看电影 而且那些电影莫名其妙这么齐 有很多电影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 可能它的时间多 由早上到晚 所以它排气排得密 很多不同的电影都有 是有的 喂你想想 你只是做12点 1点 2点 每天都多三场 是的 跟着我本来一开始 我应该很急的了 但是我告诉你 这部电影是我忍得最长时间的一部电影 我真的从头忍到 我完全不想进去他的厕所 那厕所 很多人害怕的 那天在电影院看电影 我已经觉得恐怖了 我完全不想坐进去厕所 所以我那一看一部电影 那一场 我是完全很急 但是我都不敢去厕所 但是看完那一部电影 我就没有再回去 幻谋看电影 Herman 原来他说 原来他住在九龙堂 哇住九龙堂 Herman 不简单 然后呢 Ben Luke 就说他199X年 那时候 日子夜场和深夜场很爆 对啊 很多人看过 真的好看的 其实以前的生活是很灿烂的 我觉得 在那些九十年代 就是00年代 都很厉害的 很多很夜的东西 全部都不收的 不知道为什么 无论多少点 你都会有选择 对啊 你可以看起来唱片 然后你又可以 打火锅打到四点都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吃屎收这么多东西 是啊 朱玉佬说 屯门华铜 屯门华什么? 华都啊? 还有尖东那间设计好似的 尖东上面商业大厦 什么? 陈云聪 陈云聪 布了风水阵 哦 华贸是这样的 之前经常说过 华贸以前 公元深很喜欢种生机 是 很喜欢找很多人去种生机 就将那些桩打到不同的位置 你越旧的华贸的东西 是越多的 是越多种生机的东西 所以呢 都说经常聚集多的灵体 华贸酒店都是 之前我经常说的 全湾如芯酒店也是 是的 准备好阿姨的声 好了 话说这件事是怎样的呢 我这个阿姨说真的 她很疼我 很疼我们的 秉弟姐妹 她经常带我去玩 看电影也是其中一个活动 因为他们有时等下我们 看过几两个小时 当是消闲 就算了 就带我去看电影 那 因为上两集 都说她撞的东西 当然 看电影也不例外 一定撞的 跟我们看电影当然也不例外 这件事很多年前 都不是很大 她带我们去黄室保器院 看什么电影 她真的不记得了 但是她 真的吓到我们 当时 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 我和两位表兄弟姐妹 三个人和阿姨 四个去看电影 那天就是平日 戏院也不算那么多人 平日 都是日常 我们进去坐下 阿姨就说 我现在先去厕所 接着就买些炮谷汽水给你们 那你们就等我回来 那三个人就坐在那儿等 等看电影等她回来 那 开场 看了差不多一半 她都未回来 那我们又觉得很奇怪 啊 为何这样的 还未回来 大佬我们又怕 小朋友 于是我们走出去看看 究竟阿姨干什么 那我们都出到大堂那儿 看到她的样子 看到她在那儿 她的样子很迷茫 是 很迷茫的样子 摸着炮谷和汽水 不知道去哪儿 不知道去找什么 那我们就在那儿叫她 喂我们在那儿啊 你去干什么鬼啊 那她好像听不到我们说话 那继续不知道 就是温温顿顿顿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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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跑过去看看她干什么 拉着她 那我们跑到过去 差不多和她的身体在那儿 那她就好像见到我们 即是像近视那样 是 她的样子好像刚刚睡醒那样 于是我们就问她 你干什么呀 阿姨干什么呀 她就说她刚刚呢 打算去买完东西 突然间忘了去厕所 买完东西 那时候我小心想 之后我再大觉想回 你拿着她和汽水去厕所 哈哈 然后一打开门 即是去厕所 一打开门 就见到有个女人 挡住了门口 起初她就不知是什么 那她想着 乱乱说 不许姐姐 那那个女人没有反应 她就挡住门口 那我阿姨就不是很老皮的人 那她就大声 就说 喂你弄的呀 喂姐姐呀 那突然间 这个女人就 压高头看着她 跟我阿姨说 你跟我说话 那样 接着呢 就一巴掩扎到她 哇 哈哈 那你无人家被人掩扎 那你就好像 意识要避开咯 是不是 你意识想避开她 一避开那一下 就不见了这个女人 是啊 那跟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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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厕所之后 整个感觉就不同了 那她周围就好像 找不到哪一个影院 糟了她去哪 找你找你找你 找你找你 是啊 那间影院突然好像大了很多 完全不知道哪里打哪里 那看到我们走到很近 而且开始听到我们的声音 才找到方向 那我们听完之后呢 听完之后呢 听完之后呢 我们第一时间就走啦 那不要看了 算了算了 走啦 那之后呢 她就回到家 都不舒服了整个星期 那更加跟她们说 以后不要再 不要再去看电影了 那她上次 就是因为她说 其实那次呢 她去到买票 买票 然后走进去的时候呢 都已经见到很多在那裡 她说 是 所以她就说 以后不要再在那里看电影了 这里很可怕的 是 是 这个就是我阿姨的经历 电影院 你这个阿姨呢 看见到 是厉害的 是啊 看见到很实在 就算是在家里也见到的 我之前也跟她们说 不知道我没有说过 就是 她搬到哪里都见到 我最好记得 有一次她搬到她 小西湾 就是那些半堂楼 洋楼 有升降 有升降 她是一家三口住的 和我表哥和我表妹 三角 我记得 我有一段时间 都整天去她家里睡的 因为我觉得 去找她们玩的 小西湾都废话事回来 我住荃湾 那样 然后呢 就 我睡了几晚 好地地 她和我说 原来每一天 她都会有个男人的头 头 是 在床边叫她 她怎么做人 这么多事 骚扰 她说 你不害怕吗 她说 没办法 那怎么办 那不是怎么办 所以她说 她都见怪不怪 而且上次也说过 现在就算住在这边 都会无端端狗的房间 很 Dad 牛闪 那就是 是啊 所以她都是这些 我头发 我经常听一些故事 通常 如果有些人 找 Unlesswedney 病人 你需要找师傅封眼 她是不是有这样想过呢 没有 没有 platform 他们认为 都算了 通知是先多年 去吧 這麼便宜 有了 看看 有沒有路啊? 小心啊 小心啊 哇 地上有很多閘 看看 為何地上好像有頭髮 是這樣的嗎? 對呀 看到這裡嗎? 真是外國人的 真是金色的 哇 整隻頭髮 對呀 你看 有沒有路啊? 有呀 有呀 這裡很骯髒 很臭 是啊 有門? 有沒有鎖? 沒有鎖在這裡 開到 你首先在這裡 殺雞錢 不好意思 我們來做事 我看到前面好像有東西 我看到有東西動 是誰? 貓來的 原來有兩隻貓 繼續殺雞錢 不好意思 我們來做事 打擾了 不好意思 我們來做事 有 有呀 我開始覺得自己無法呼吸 我都開著好像有點暈暈的 不是嗎? 可以你點了兩支蠟燭嗎? 我們去看引導靈體出來 什麼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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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聲音啊 沒有 沒有 我撞到你閘密 不像啊 你看不見嗎? 我聽到啊 不是啊 又來了 不是好像有些搬動聲嗎? 喂 怎麼走啊 你們兩個停下來 停下來 不行啊 不是啊 好像越走越近 喂 阿俊 你不要隔我那麼遠 我也是很害怕 聽到啊 掩納燭在海宇 啊 我不知道啊 你啊 還有啊 你啊 進一下 我到海宇身邊 跟著鏡頭 你快出去看有什麼環境 我剛剛聽到很近啊 你看 我感覺到有些人很近啊 走到 聽不到你說話 我能隔開 我感覺到有些人走到很近啊 不是啦 我覺得我開始真的吐到氣 是不是很聲啊 那邊 是呀 是不是台那邊有聲 是不是螢光幕那邊有聲 都看不到前面有些什麼 有上層過這個戲院 很舊式 我不知道 沒有關係 我好像看到一個影 在我後面 不要不再走進去 我不知道 不要問我 去前面 不要怕 你跟著我後面 有些布簾 以前的出口位置 我看見前面好像很 不是 我看見前面有些東西閃過 很黑 哪裡有影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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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哪裡 我看不到 不要嚇我 現在是你的 8秒 是 有些 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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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玩 不帶著他 真的 好啊 你了 開箭 開箭 更多靈異故事 敬請關注 YouTube平台 發明人間 也可以成為會員 支持平台 下次見 那 も 阿弥陀佛耶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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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比阿弥陀 死丹佛比阿弥陀 比迦连地阿弥陀 佛比佛比佛比阿弥陀 ancercules 規格 和贤vell 佛比佛比安 记录 佛比佛 nucleus 彼此破壞 彼此懶惰 彼此迷你遣 彼此迷你遣 彼此破壞 彼此彼此迷你之后 彼此迷你 彼此混合 你十分 Alex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